哈哈哈哈 嗨 我想說問題 哈哈哈哈 發文就說最近 嬌哥把你當作公主在這個伺候 他最近有沒有作證 讓你覺得很浪漫的事情 他在家做非常多家事 然後他很像一個 黃臉婆一樣在照顧他自己 後花園 就是我說真的後花園 然後他弄了很多什麼仙人掌什麼的 然後弄得很開心 然後讓我滿訝異的 因為他比我還像女神 嗯 跟嬌哥也交往很多的 然後最近就很流行說 到底可不可以看對方的手機 哈哈哈哈 呃 但是嬌哥有第二隻手機 我跟妳講他超多隻手機 但是因為是他的工作關係 他必須要主持很多 不同廠牌的手機活動 所以他必須要有 我是沒有這樣的習慣啦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方式 所以我就 對 所以有時候會好奇嗎 是不會 是不會 從來沒有過的 對你們吧 我覺得當我決定 要跟那個人交往的時候 一定就是信任 一定會先信任 不會先覺得說要 怎麼樣 如果之後真的 啊 我沒有回答這問題 什麼 我沒有回答這問題 我沒有回答這問題 因為攝影師在裡面就是有 就角色就需要就角兵 那這點會不會對妳 是下一些失誤或有些 客人會不會就角太多 工作性質的關係 就一直心吃 所以就變成口腔的刺激 很容易就是受傷 然後那時候吃到就是 感覺整口腔都乾乾的 才知道我好像黏膜出 對 好像黏膜出問題 對 等這一次演的 妳講其實算是妳 從妳來搭打的 算是我真的 我覺得 我應該印象中 我真的沒有穿這麼清涼 在鏡頭面前過 譬如說有些衣服短到 我甚至一舉手 我室內衣都要跑出來了 我原本覺得 我應該會很不自在 就我沒想到 我非常愛這種東西 就覺得好像有一個 很正當的理由 可以穿著很少走在路上 會改變妳之後 就是私下穿的 也會變成穿的比較小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真的因為那次的時候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蠻適合穿鞋 哈哈哈哈 這樣是OK嗎 這樣是 他完全不管我欸 我想到我有時候真的穿 比起我原本的服裝 稍微有一點點露的 他就會說 妳要去給誰看 他對 他會開玩笑講這個話 但他不是真的會在意的人 好可愛 睡衣有變比較 暴保嗎 我沒有穿睡衣 哈哈哈哈 可以講嗎 還看經紀人 那一定很多人都這樣吧 剛剛有穿進去睡覺 哈哈哈哈 好那我也有穿衣服 哈哈哈哈 這個有被工人追求過嗎 跟機身嗎 戲裡有 哈哈哈哈 戲外的話 不算追求 我小時候遇過那種 在工地打工的太老 只是經過 我是小妹妹那個時候 然後就是他們 使出他們的賢豬手 所以我有一陣子 讓他工人 他就只是 譬如說摸妳下腿 我還真的摸下去 對啊 你們媽媽妳有問過我嗎 好 可以先問一下 就是可以摸妳下腿 或是那種 可是那一般的路人 不會這樣對妳 所以你知道他們是故意 他們回頭對妳 就是微笑那種 我小時候超怕的 我就這樣跑走 對 所以我有一陣子 滿怕工人的客人 謝謝 辛苦了 謝謝